感谢主能够在今天可以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 今天是我们父亲跟儿子父与子一起分享 其实整本圣经就是一个父与子的故事 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 他跟他的儿子爱子创造我们 让我们人在他的里面能够成为神的儿子 但是当我们亚当夏娃堕落以后 我们也还是看见继续这位天上的父 拆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 最主要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 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而且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而且让我们慢慢学习怎么样做父亲 怎么样做属灵的父亲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 今天要分享的也是一个父亲 天父怎么样教导 怎么样教导父亲的一些事情 周青空等一下会要分享 特别我跟他还有他新的一个婴孩的事情 但是我要首先在这里用一点点的时间分享 分享到说在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祂是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居所 祂是我们的阿爸父神 另外一方面在圣经里面也提到 保罗在那一幅图画在监狱里面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从他得名 保罗在父面前屈膝 他是在天父面前屈膝 他是一个属灵的父亲 跪在天父面前 为什么祷告 为天上地上所有的父亲 天上各家 其实原文里面是各个父亲祷告 所以我想我用一点点时间谈到 我感谢主 让我不只是我这一代 是我的上一代 而且上上一代 第一个我们家信主的就是我的祖父周颂 而周颂他领受天父给他 他做一个父亲 他领受天父给他教导的事 我想在这里我提到说 我感谢神 我有一个这样的祖父 而我的祖父 他的名字叫做周颂 而他的名字 我们看见是 而且真的是在一百多年前 在万人中拣选 而他被拣选 虽然我们的家庭非常地贫穷 我的祖父那时候家里非常地贫穷 在台湾的中部彰化那个地方 而且好像福气 他三十八岁就生了七个儿子 我爸爸是老二 七个兄弟 对我前不久看到一个影片 谈到一个人生了七个孩子 很有钱生了七个孩子 但是对我祖父来说 他生了七个孩子 在台湾有一句话说 好像 拔路 驾驶 好像生太多了 对他来说 这样穷 怎么能够养育 这样多的孩子 不但是这样 而且后来他信了耶稣 他信了耶稣以后 他孝顺他的母亲 他母亲本来不让他信耶稣的 但是因为后来他孝顺 所以我的真祖母也因为这样 也信耶稣了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我是第四代 而在这里我要提到说 是 而我的祖父 他七个孩子养育 非常地辛苦 可以说在当时的 那个承重的压力非常地大 所以他后来就生了肺病 所以他是真的是 可以说是过劳时 而是那个时候的劳病 那个肺病 是比现在的癌症更可怕 但是他留下给我们的产业 一直到现在 我们周家的产业是什么 就是他最后所说的话 他对我的祖母说 你要坚定地依靠神 我离开以后 我被主接去天家的时候 你一定要坚定地信靠耶稣 而且带领七个孩子 都要信耶稣 我在天上等你 而且要等这七个孩子 都到天上 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产业 一直到现在过了一百多年 这个产业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神用这一个 我祖父的产业养育我们 让我们在这样的信仰里面来成长 而他后来讲了一些话 我感谢神 是 神透过他 让我们在很多方面 得到这个产业 特别信仰的产业 我可以思想 当我想象的时候 在他的追思礼拜那一天 在彰化基督长老会的一个礼拜堂 我想到我的祖母 大概三十五岁 七个孩子 抱一个 牵一个 然后为七个孤儿 一个寡妇 带一个七个孤儿 但是神说 我是眷顾孤儿寡妇的神 所以 在最艰苦的时候 最艰难的时候 我爸爸老二 他哥哥老大老三 三个人都是小学毕业 但是神是他的父 天父 还有一个属灵的父亲 就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院长 英国那个蓝医生 所以在他旁边就学习 所以他们三个 后来一生做医生 我爸爸做医生 哥哥还有弟弟做医生 后来第四个就做牧师 第六个 就是周迅章的 他的祖父 就是他也是做医生 他是医学院毕业 那我提这个主要说 是 我们看见神教导我祖父 天父教导祖父 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 属灵的产业 那我想现在谈到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叫周燕璐 他是老二 是 我们虽然 我的祖父 我爸爸也是生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 我是第五 男的第五 一个姐姐 一个妹妹 我们也是七个 是有属灵的产业 但是不一定得到这个属灵的产业 朱简牧师 有人跟别人说 他是周牧师 他是艺人的后裔 百毒不侵 但是我其实一直到我高中毕业 我是艺人的后裔 是百恩不敬 就在教会里面混 跟恩典都听过了 但是进不去里面在这里 一直到我高中毕业 而我感谢神 我有一个祷告的父亲 我特别今天早晨 在旅馆醒过来的时候 我想到我父亲不是祷告 是流泪祷告的父亲 因为这个孩子 我是没有希望 老是觉得 没有人看见我有希望 但是他就是祷告 继续地祷告 以至于感谢神 我们七个兄弟 承接我祖父 属灵的产业 成为神的儿女 而且不但这样 也因为这样的祷告 我们也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的大哥 他94岁 现在在新加坡 还在给人开刀 前不久回来说 他要赶回去 因为马来西亚 有一些病人要来开刀 美国还派人去访问他说 为什么这样老还在开刀 而且还参加网球比赛 前两三年都是拿第三名 但是第一年是靠儿子 宣教士的儿子 从非洲回来陪他 然后拿了第三名 第二年靠孙子 另外一个孙子 所以拿了第三名 今年看小孙子 也拿了第三名 而我另外 我的二哥是牧师 三哥是牧师 第四个哥哥 做企业的 他周神安 也是做Good TV的董事长 就是一段 做好几年的董事长 我是第五 我提这个就说 我姐姐在Santiago那边的教会 做长老 虽然现在八十五岁 喜慎 但是这几个月都在台湾各地巡回短宣 我的妹妹是在魏克里夫圣经翻译的机构 他们一辈子在那里帮助做圣经的翻译 那我想这个是什么 就是神赐下来的产业 神要用我们的雅各 这里圣经说 你主亚各的产业来养育你 感谢神用我祖父周宋的属灵的产业 养育我爸爸他们七个兄弟 而我爸爸也是用属灵的这个产业 养育我们七个兄弟姐妹 而我在这里特别感谢神 就是我父亲是一个祷告的父亲 不算是一个祷告的父亲 而且是愿意把儿女献上的父亲 不但儿女献上 他最后留下来的遗言 他对我大哥 他在圣地亚哥要过世之前 跟我大哥说 做一个敬虔的人 在他结婚六十周年的时候 我妈妈过世 在五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教会弟兄会问他说 你美满婚姻的秘诀是什么 他说 你母播了 让步 所以我也承接这个产业 我结婚五十一年 周师母说 过去都是我先道歉的 不管对错 我先道歉 周师母大概半年前说 他觉得神光照他 他觉得他对我太凶了 然后向我道歉 我说你良心发现 我感谢神 这些都是神教导父亲 教导祖父的事情 而且成为我们的产业 我想最后这一段 我还要提到说 感谢神 让我能够有两个孩子 周兴光 周兴正 而我们真的不知道 怎么样做父亲 而在很挫折的时候 等一下周兴光会分享的时候 他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 他就很难过 因为他在逃避父母 逃避神 逃避教会 而在这样的逃避里面 我祷告 甚至真的流泪祷告 但是感觉没有希望 他那时候 有几年看见我的眼光 充满绝望的眼神 但是感谢神 有一天当周兴光祷告的时候 神对周兴光说 我要使用你的儿子 超过他的父亲 也感谢神 让我开始学习 怎么样做父亲 学习怎么样做属灵的父亲 而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看见神 特别在过去这二十年 不但在教会里面 而且在神的国度里面 慢慢学习 怎么样一个为父的心 在我七十岁 交棒给欧牧师的时候 差不多两三年 我每一天早上起来 默想一节圣经 同样一节圣经 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我对神说 神啊 请你教我 怎么样有一个为父的心 怎样转 那应该怎么样转 转向哪一些儿女 我觉得每一天神都教导 我怎么样做父亲 怎么样做属灵的父亲 我想神真的是 那我想最后我要提一下 就是说 这一次 现在是这一次出来 跟周勋光一起出来 他说他这一次要教我一件事 教我怎么样 因为我 他们两个孩子 我一辈子没有为他们换过尿片 所以他说这一次要教我怎么样 为他的女儿换尿片 我没有为他们洗过澡 所以要教我怎么样 为他的女儿洗澡 所以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绿林姐妹平安 就是怎么跟上一堂的ending不太一样 很高兴 谢谢周勋师能够让我有这个时间 能够跟他一起来分享 让我有这个机会 那因为我的脚踝也受伤 所以我可以坐着分享吗 OK 谢谢 感谢大家的爱 OK 好 我要分享之前呢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有带来一些属灵的书籍 特别是这两年 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也没有办法来 然后呢 很多地方也没有办法回台湾 我们Asia for Jesus 出了一些这个属灵的书籍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他们是告诉我说 有些已经卖完了 所以就是提醒我们以后 如果可以的话 参加第一堂的崇拜会比较好 所以就是已经卖完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购买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到书房去预购 这样子订购 另外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在这疫情的这三年 我们也发展了这个天国文化的线上学院 就是无论在哪一个地方 都可以接受天国文化这样子的装备 有一年级的课程 也有二年级的课程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Google天国文化线上学院 可以更多的了解 这个学院所在传递 所在装备弟兄姐妹的是什么 那 还有什么要报告 对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三月的时候 我们会办一个 跟伯特利教会一起合作 办一个叫做情感整全的一个特会 当然是可以在线上参加的 我知道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回到台湾 所以如果在线上你对这个主题 就对于你的情感 你的全人整全的这个部分 你有也有这样子的负担 希望一起来接受这样子的装备的话 我会办这个情感整全的研习会 在三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三号 所以你也可以在线上 可以报名来参加 好 那我要继续来分享天父 教我的事情 因为我也才刚做父亲了 所以天父教一个父亲的事情是什么 我分享第一点就是 天父破框的礼物 天父破框的礼物 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 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对于神的形象 对于复兴转化 对于神的国 神的义 我们都有太多的标准答案 于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我们就变成一群很老臣 很宗教 有些时候变得很事工导向 目标导向的基督徒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不是说复兴建造教会 我不是说神的国 跟普世宣教不重要 但是我有些时候会想说 天父他会不会也关心 他儿女的梦想跟渴望 是否可以成就 因为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 He is good God is good He is the good father 他是那位良善的天父 我很喜欢比喻张子的牧师 他说一句话 他说神比我们想象的 都还要来得更好 He is better than we think 他比我们想象的 都还要来得更好 有一年我跟我的弟弟 训证牧师 去参加 Bill Johnson牧师的一个牧者聚集 最后一堂呢 他就分享了 与神逐梦 Dreaming with God 就是天父渴望满足我们 非事工性 非宗教性的想法 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很多的梦想 或是很多的异乡 或是什么 都是跟教会 跟宗教 或者是跟我们的信仰 是有关的 可是他就说 神渴望满足我们 非事工性 非宗教性的这个梦想 所以我弟呢 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他很希望 可以带牧者们 出去旅游 他的梦想 因为呢 我们的上一代牧者 都很拼 很努力 可是他们不懂得 怎么样度假 你会问说 为什么我知道 我们上一代的牧者 不懂怎么样度假呢 因为我们就是苦主 好不好 我跟我弟弟就是苦主 就是我们爸妈 从来没有带我们去度假 通常呢 我们有的度假 就是去 他们去讲道 去一个营会 或特会 然后就顺便 如果有一天的话 就度个小假这样子 都是这一类的 所以我弟就很希望 可以带牧者们去度假 他就分享出他的梦想 然后我们祷告之后呢 也没有想太多 可是那一年呢 我弟弟回来台湾之后 他就中了华航的 32张商务舱的来回机票 OK 那他接到电话的时候呢 他以为是诈骗电话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结果他就上网 华航的网站去看 就看见他的名字 周什么镇 就是他 OK 他中了 32张 等于就包整个商务舱 给来回的机票 后来呢 他就决定要带台湾满关键的两代 16队的牧者领袖 去新加坡度假 然后呢 连吃跟住都有人包了 OK 所以这些的牧者 都没有花任何的钱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群牧者 只有在特会的里面 才会这么整齐 然后呢 他们度假是不可能的 全部都来了 为什么 因为免费的商务舱机票 OK 这个看似不太属灵的梦想呢 成为了天父 给我弟弟很大的惊喜 之后也促使了 我们这一代的牧者 比如说像 101教会的国伦牧师 新殿行道会的光伟牧师 台北复兴堂的子居牧师 真道教会的文化牧师 很多我们这些的牧者们 这些牧者兄弟们 我们更多地走在一起 因为天父就是渴望 看到他的儿女们 在关系的当中 欢喜快乐地走进到 神所给我们的命定 我们现在除了会一起服侍 也常常聚餐聊天 而且我们每一年 都会一起去度假 全都是因为神 成就了我弟弟 这个不太属灵的梦想 那我也想分享我的见证 你知道去年三月 在约书雅 我们有一个写歌退休会 的第一天晚上 我就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很久以前呢 我和喜恩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们渴望拥有一台 白色的mini cooper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 这种车子 白色的mini cooper 这种车呢 就是又贵 座位又小 但是呢 我想说反正我们 也没有孩子嘛 所以开这种车还蛮酷的 不过呢 这也只是我们 随便说说而已 因为这个愿望 真的很不切实际 所以只是偶尔想起来 或是如果我们在路上 看到有这样子的车的时候 我们会说 哇好酷哦 如果有一天 我们退休的时候 可以开这种车 再有多好 好多年过后呢 我就开始研究电动车 讲说电动车呢 既环保又实用 而且比较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可是这个还是在梦里面 在梦里面 然而这段期间呢 我一直到处去讲道 去传递天国文化 有一天在中国 我被邀请到一个教会 下面坐满了会众 很奇怪的是 我跟这间教会的主任牧师 坐在台上 然后我们前面有一张桌子 接着呢在台上 这个牧师呢 就开始做电动车的介绍 还同步有PPT放给大家看 他在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心想说 这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子的聚会 然后想说牧师 你干嘛要讲电动车 而且你干嘛要跟我讲 跟跟弟兄姐妹讲 然后这个牧师呢 介绍完之后就停下来 大家就在看着台上的我们 我觉得超尴尬的 突然这个牧师 就开始尊荣我 然后感谢我这么多年来的服饰 我就更尴尬 哪有前面介绍电动车 然后后面开始尊荣我 请问这个聚会要怎么收尾 就在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呢 突然那个牧师呢 就把铺在我们前面的 那个桌巾掀开来 下面竟然是我梦想的 那台白色的mini cooper 就是原来我们不是 坐在桌子前面 我们是坐在一台车前面 但是桌巾下来 我才发现 原来那个前面有个 白色mini cooper 然后呢 这个牧师说要送给我跟喜恩 我超傻眼的 因为这个还是在梦里面 好不好 在梦里面 不要问我 有没有这个车子 没有这个车子 我超傻眼的 因为我现阶段的人生 早已经过了这么幼稚 跟不切实际的梦想 所以你知道 当我就是 我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吓到了 然后我就醒过来 当我醒过来 这是梦嘛 对不对 我就醒过来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马上有一个意念进来 就说神啊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没有错 我是很惊喜 但是我真的不需要 我需要电动车 而且神啊 你知道要养mini cooper 又贵又不切实际 还有你知道 喜恩快要生了 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我们老夫老妻 拉风一点 还蛮酷的 但现在我真的不知道 拿这台车子干嘛 突然就有一个声音 对我说 儿子 我从来都没有 忘记过你的梦想 甚至是那个 排在无敌的后面 你几乎都已经 忘了的梦想 照记了好多年前 我的太太有一天 去看完医生 回来跟我说 她说医生说 你的身体的状况 你们要有孩子 是很困难 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那天我的太太就哭 其实我们也不是 就是有在为这件事情 祷告或什么的 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太多 因为我觉得 很感谢神 我们的服侍 我们的教会 我们有很多属灵的儿女 我觉得我这一生 没有什么任何的遗憾 就是我很开心 然后呢 我们夫妻两个人 也都很快乐 没有什么 可是那一天 当医生这样跟他说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 好像我们这一生 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所以他就哭 然后我就安慰他这样子 那神就告诉我说 你知道连你那个 排在无敌后面 你几乎都忘记了的梦想 我都要为你成就 因为我是爱你的爸爸 我不只会供应你的需要 我也会满足你 心里面最深的渴望 然后接着神说 你不要把我框住了 因为我常常想说 神care的都是那些 属灵的事情 神care都是那些教会的事情 然后神就告诉我 你不要把我框住了 我比你所想的 还要来得更好 而且我的爱 总是会让你喜出望外 我觉得神透过这个梦 在对他的每一个孩子说 你以为我只在乎的是 多少人觉知 你以为我只在乎的是 建立教会 复兴跟转化 但是身为你的爸爸 其实我更在乎的是 你的满足跟喜乐 我在乎的是 你与我同行的那份幸福感 而且我想要给你 意想不到的惊喜 因为我是那位满足你梦想 跟渴望的良善天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那台白色的 mini cooper对你来说是什么 但是对我来说呢 就是结婚十八年过后 神给我跟喜恩一个女儿 所以于是那一天 我就跟我们的团员分享 把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 我就跟我们的团员分享 我所做的这个梦 于是那一天 我们就写了这首 叫做小尊之歌 小尊是他的小名 小尊之歌 我可以唱演你们听吗 OK 感谢主 我相信呢 神让我惊喜 神也会让你们惊喜 你爱 出乎意料之外 所有礼物 从你而来 幸福 请让我喜出望外 你同在 从不曾离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多被包装的渴望 光处是你容美心下 以为一定有标准答案 你的航天赋我送下 依偎在你的胸怀 我单纯像个小孩 你点追星空 却也图念我 你的爱超乎我所求 失去的梦想 牵在你手中 因你 恩典而沉重 我还未开口 满足我所求 你心思 比海沙更多 如阳海充满 每一个时候 说 你永远爱我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神说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求我就给你们 第八节 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 你会问什么果子 就是我们祷告蒙应允 神满足我们梦想的果子 然后耶稣说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耶稣他说 当天父满足他儿女的梦想 跟渴望的时候 他就会得着荣耀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天父的心 所以神比你所想的 都还要来得更好 我们来看第二点 就是以父之名 我们来读以佛所述第三章 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 都是由他命名的 你知道亚当夏娃 在伊甸园的时候 神要亚当为动物命名 在圣经的文化的里面 每一个名字都是有意义的 圣经的名字是有意义的 它代表是那个人的身份 属性 荣耀的尺度 跟全民的范围 所以你可以说取名字 是非常先知性的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 先知性的恩赐 认出跟确认 那个孩子的命定 再透过命名 也就是宣告出他的名字 使他的一生 可以活出神 对他的心意 当然我要说 取名字不只是很先知性 它也是非常使徒性的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命名 来分次 神所给那个孩子的属性 身份 命定 跟呼召 意思是说 或许你跟我在地上 有一个名字 但那不见得是天赋 在永恒的里面 创造我们的时候 所想到的那个名字 因为当我们的父母 在为我们取名字的时候 很有可能 他们还不认识神 也有可能是 就算他们认识神 他们也不见得 有使用 使徒性的恩赐 或者是先知性的 先知性的恩赐 或是使徒性的权柄 那你知道我爸爸 名字叫周神柱吗 大家知道 我爸名字叫周神柱 不认识他的人 还以为做牧师 要取义名 你知道有些时候 他上节目说 你叫周神柱 你们做牧师要取义名 没有 周神柱是他真正的名字 他没有取义名 小时候他很调皮 不爱读书 所以老师在他的 毕业纪念册上面写说 神柱不如人柱 人柱不如自柱 共勉之 意思就是 你这一辈子 想要靠神帮助 你还不如靠自己吧 你要不要改名叫 周自柱比较好 可是我知道 我爸爸这一生 就是神 如何帮助一个平凡的人 活出一个 不平凡神迹的见证 他没有台湾最大教会 牧师的口才 魅力跟魄力 他没有令人 折服跟羡慕的恩赐 跟才干 他的背后也没有 有什么坚强的后台 或是家世背景 但是你知道他有什么吗 他有神柱 而且我告诉你 感谢主 他从小到大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每一个人天天都得要这样叫他 而且每一次好像就在宣告 神柱神柱 你想神怎么可能不帮助他 所以我要告诉你 这个名字是神帮他取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名字就没有这么厉害了 我跟训政牧师 我的弟弟是我们这一辈最小的 所以我叫周训光 他叫周训政 名字取到我们就只剩下 正光金丝高了 我们这一代中间那个字 我恨死了 因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人面对过 而且你知道每一天都会听到送包裹 或是快递的人 他会说周一光先生 或是周转光先生在吗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辈子 每一天都被人叫错名字 就是老师也叫错名字 护士啊 医生 每一个人没有人叫对你的名字过 然后小学同学会说 周训光脱光光 你们全家死光光之类的 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小朋友就是很坏这样子 高中的时候 我的年代了 有一台很有名的超有名的机车 叫做训光125 训光125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训光 是机车那个训光吗 我说你才机车 什么东西啊 中间那个字训 是我阿公取的 意思是谦卑 我心想说谦卑个鬼 这个字害我 这个字害我自卑死了 你只要看到有周训什么的 都是我们这一代的 我觉得很自卑 没有人念对过 然后我就觉得光 我也不是很喜欢光这个字 因为光这个字 感觉不是很谦卑 感觉就是一个很有自信 然后很外放的一个字 所以你看哦 训光 一个字内敛 一个字外放 可是我发现 这正是神创造我的本相 你知道我一生都是在这种张力挣扎的当中 我到底是要站在台上成为众人的焦点 还是我要将我自己隐藏起来 你要知道当我运行在恩高当中的时候 我就会像光一样 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私底下 我自己的个性是 我很低调 我不想要让任何人看见 所以我一度问神说 神啊 这在我里面的矛盾跟冲突实在太怪了 我这种人怎么做牧师 这种人怎么做传道人 神说孩子 你知道我创造的就是周训光吗 做我所创造的你 因你受造奇妙可畏 你知道我的女儿 我刚刚说了 我的女儿小名叫做小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喜欢钓尊鱼 喜欢钓尊鱼 你知道尊鱼是从河里出生的 然后长大会游去到海里面 不管它游到世界任何的地方 几年过后 当它有一天要回来产卵的时候 它里面就像是有GPS一样 它永远都可以精准地游回到 它出生的那条河 所以你知道可能那个地方有七八条河 可是它就是可以找到 它出生的那条河 所以为什么我要叫我的小孩 叫小尊 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 永远都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不管是地上的家 或是天上的家 有天当我在看MBA篮球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说 我的孩子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他是男还是女 神就告诉我说 你的孩子的名字要叫做Payton 我后来才知道 这个名字是来自于爱尔兰 一个专门出产战士的地方 Payton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要为一个人的产业争战 而我相信他会为天国的产业争战 因为他是原住民 所以他原住民的长辈 帮他取了一个原住民的名字 叫做Smiah Smiah 这个字 意思就是发光 祈祉他一生为主发光 成为家族的荣耀 我觉得这些名字都很棒 但是有一点沉重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时候我听到一些牧者 传道人为他孩子取名字 都是什么宣教啊 什么就是有点沉重这样子 所以我就取他中文的名字 叫做周信恒 周信恒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 都是中间那个字都叫信 所以我只能够取最后一个字 叫周信恒 我跟你讲 恒这个字虽然难写 但是我保证不会念错 跟我们的那个讯是不一样 保证不会念错 恒这个字的意思呢 是可以入药的紫色小花 所以我希望他健康的成长 快快乐乐的做一朵小花就好 爸爸一点都不想要给你压力 就是快快乐乐的 做一朵小花就好了 但是你知道 我一查他的象形文字 我就傻眼了 因为你看他象形文字 看起来像不像一个人 在十字架的中间被圣灵充满 像不像 我就看到我就傻眼了 想说神啊 你真的是跟我开玩笑 我本来想要取一个很没有压力的字 一个字 然后结果你给我看到 他象形文字长这个样子 可是我相信 神会给他这些名字 是因为他是神在永恒当中所生的 他的属性 身份 命定跟呼召 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而我要告诉你 你的也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 我们来看第三点 谁让这个家伟大 你知道让家伟大呢 是我们灵粮堂 六十五周年庆的一个主题 主题 就是让家伟大 然后你知道后来就变成 我们教会的一个slogan 就是我弟弟 因为他现在是主任牧师 所以他常常就会跟弟兄姐妹说 弟兄姐妹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让家伟大 然后弟兄姐妹就说 Amen 这样子就是 很有挑望性的让家伟大 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让家伟大的时候 都是我们要如何一起参与在教会的服事 伟生在这个家 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这个家伟大 但是我发现 这样子的想法 可能对神来说是还蛮天真的 你知道现在只要在家 每一天我都有在喂奶 我喂奶的时候 我的女儿小尊就会定睛看着我 然后我就会看着她 我有些时候就会为她祷告 我最爱的祷告呢 就是比喻张的牧师为她的孩子的祷告 就是给她一颗想要认识神的心 我常常为她祷告 我说神啊 请你给她一颗想要认识你的心 有一天当我在喂小尊的时候呢 我感觉到天父的爱 很强烈地浇灌下来 我看到她好小好可爱 可是却是如此专心地 看着我在喂她喝奶 然后呢我就不自觉地唱出了那一首 让家伟大的那首歌的副歌 我虽微笑 你却伟大 有你在家就没有人 还需要去爬 我就唱了这个副歌 然后当我唱的时候 神就对我说 你看你所抱的这个孩子 他什么都不能做 还要靠你拔屎拔尿 靠你喂奶才活得下去 可是你就是这么爱她 想要把你最好的 甚至你的命都给她 而你知道对我来说 你就像她一样 你觉得你这样服侍跟摆上 你这辈子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你是在帮我 神说其实你是像你的女儿一样 真的好可爱 好天真 你觉得你在帮我 然后神这样对我 他说你觉得你在帮我 你帮我 我需要你帮我 他说孩子 我从来都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 老实说你也帮不了我 我很喜欢有一次 我去一个特会的时候 一个牧师这样分享 他说服侍好像是什么 他说服侍好像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跟着父亲去工地上班 他以为他能够帮父亲什么 但其实父亲只是想要跟他在一起 那天神对我说 孩子我想要的是你跟你的女儿一样 看着我 注视着我 让我爱你 喂养你 满足你 我真正想要的是跟你在一起 在人生的每一个挑战 每一个季节跟风浪当中 我想要牵着你的手 看着你健健康康地长大 你知道那天我有点错乱 因为我是一个五十岁的人 然后神跟我说 我想要看着你健健康康地长大 可是你要知道 对神来说 我们永远都是他最爱的宝贝 你知道吗 那天当我看着我的女儿 很有安全感 很享受地躺在我的怀中 喝奶的时候 我就更深地体会 到底什么是天父的爱 我也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让家伟大的从来都不是我们 建造教会的也从来都不是我们 而是这位爱我们的天父 而且他甚至为了每一个 他的每一个孩子能够回家 他牺牲了他独生爱子的生命 是天父为我们预备了一切 也是天父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而且你知道吗 他还超有安全感的 超级放心的 让我们可以参与 在他家中的所有的事情 我虽然微小 我真的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那么的微小 这么的软弱 但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位爱我们的天父 永远是充满着喜悦 跟满足地看着我 然后他对我说 孩子 你不需要担心 你不需要害怕 这个家有我在 这个教会有我在 而且这个家会因着我的爱 而伟大 Amen 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 好不好 每一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每一个人都把眼睛闭起来 我要请座牧师到台上来 好不好 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有很简短的时间 我要你问神 我要你问圣灵 主 你今天在对我说什么 我看望神今天对你说话 因为神只要对你说一句话 远超过我们对你说一千句话 改变我生命最大的一个启示 就是当我更多的去了解 我们的神 是那位何等良善的天父 祂有多么的爱我们 多么的喜悦我们 是无条件的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祂比我们想的 都还要来得更好 今天神在对他每一个孩子说 不要把我狂住了 我要给你surprise 我要给你惊喜 我要成就 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甚至是很多年前 你已经放弃了的梦想 跟你已经不敢再期待的渴望 你连祷告都不敢祷告 因为你害怕失望 可是神说孩子 我没有忘记你的梦想 我没有忘记你的渴望 我就是你最好的父亲 我是慷慨的父亲 我要赏赐给你 藏在我的里面 向我求 我就赐给你 今天在我们的当中 我也渴望圣灵 向你启示 当天父在永恒的里面 创造你的时候 他所想到的 那个名字 他说孩子 你的名字是有意义的 代表的是 你的属性 你的命定 你的护照 你的荣耀 跟你的权柄 很有可能就是现在你的名字 可是你从来都不知道 你的名字 神是怎么想 对神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很有可能今天 在这个时刻 你会领受一个新的名字 因为天上地上 所有的家族 所有的人 都是从天父那里 得着名字的 主 只要你对我们说话 告诉我们 我们是谁 而最后我们要来祷告 是神让这个家伟大 祂是我们家庭的主 祂是我们教会的主 是神在建造祂的家 在建造祂的教会 我们有何等大的荣幸 能够与祂一起来建造 主 我感谢祢 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谢 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不需要担心 不管现在在我们的婚姻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儿女 或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我们正在经历到 怎么样子的风暴 我们正在经历到 怎么样子的困难 主 我们相信 只要有祢在 我们就不需要害怕 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是知道 只要有祢在这个地方 主 祢是亲自建造 教会的那一位 我相信祢要建造 荣耀的教会 我相信在这个殿 末后的荣耀 要大过先前的荣耀 主 我们相信 祢的每一个命定 主 祢的每一个旨意 都要成就 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 耶稣 我们赞美祢 我们感谢祢 好不好 主 我们一起 用这首诗歌 我们就一起来回应 一起来敬拜 因为我们的神 是让这个家伟大的神 主 我们赞美 我们感谢祢 我们敬拜祢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呼求 也是我们向祢 献上的感谢 祢的每一个旨意 走过生命风浪 住住在你的家 学会彼此转向 学会方向 一同仰望 你的视角 是你灌溉 是你建造 家中一转一望 这是我归属的地方 我随微笑 你却伟大 有你在家中 没有人 还需要去爬 是你的爱 让家伟大 你荣耀发出光芒 唯有你是盼望 是的 主 我们赞美你 主要你是这个家的盼望 有你在这个家 一切所有美好的事情 都要发生 天赋的信用处 一道生命河流 一条生命河流 一条生命河流 一切破碎心灵 使我苏醒 醒起我们照亮 这的是的猛 Gulf 是你打造 教会一转一挂 有你重在就像天堂 我虽微笑 你却伟大 无论旅程再困难 因你我仍刚强 是你的爱 让教会一大 时代同行建造 我和你 神的家 你的花翻转生命 圣灵使我们合一 我屈膝 一线被回应 你兴起这个家庭 直到烈国都转向你 转向你 我虽微笑 你却伟大 有你在家就没有人 还需要去怕 是你的爱 是你的爱 让家伟大 你终要发出光门 唯有你 我虽微笑 你却伟大 我虽微笑 你却伟大 无论旅程再困难 你我仍刚强 是你的爱 让家伟大 世代同行建造 我和你 神的家 我们一起拍手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是的 有神我们就不用去怕 有神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的向前走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周神助牧师 和周迅光牧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和我们分享 今天真是加倍的恩膏 太棒了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今天的信息真是非常的宝贝 非常的宝贝 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眼中的掌上明珠 我们都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不用惧怕 而同时在神的家中 我们有你和我 我们可以一起来向前走 当然我们回到家 我们也可以思想 上帝的确透过我们的家族 给了我们非常多的祝福 这个信息太宝贵了 我相信这是神要对我们教会所说的话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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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早上有一个感动 我这感动有一点 我不是很确定合不合适 但是我就让你们自己决定了 我觉得既然今天是讲到 让家伟大这样的主题 我们可不可以大家牵着手 一起来领受祝福好不好 如果你旁边人觉得不是很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碰一下手肘也可以 如果可以牵着手 然后外面有很充足的酒精 OK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牵着手 一起来 透过我们大家长周牧师 为我们来领受 神的祝福 主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主啊 让我们现在不单手牵着手 让我们心连的心 主啊 甚至我们的心 也连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啊 因为这是你的家 也是我们的家 我们有阿爸天父 永在的父 主 谢谢你 做我们的梦想 甚至我们所忘记的梦想 现在 你对我们说 主啊 这些梦想 你要在我们里面成就 主啊 仰望你 哈利路亚 让家伟大 让这个家伟大 让你的家伟大 让灵良大家庭的家伟大 让桑欧西这里的众教会 这个家伟大 让华人 华下一家 能够成为你安息的所在 主啊 能够成为列国的祝福 但愿主耶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尝以这个家 尝以你的教会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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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谢谢周晨树牧师 周西光牧师 今天聚会之后 在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走的时候 跟旁边的人说 让我们一起来 让家伟大